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而影响更多的人以及社会 在《共好心事代》这套书中 提到了像正念、乐观、同理心的主题 小小的善意这本绘本 最开始就说 对人好并不麻烦 有时只是一个微笑 一句问候 或是一个关心 就能让善意萌芽 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充满更多良善 妈妈爸爸你们怎么认识的 朱菲亚的爸妈因为小小的车祸意外认识了 大家都会觉得 哇发生意外好麻烦啊 但是啊小舒菲亚竟然感谢这场意外 因为有了这场车祸 才会有了它 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些事情换个角度想 搞不好它也是值得感谢的事情哦 提醒我们要不断的正向思考 更好心事代 30本绘本来自不同的国家 用创意的内容 多元的画风 带我们认识更多的族群及文化 甚至有几本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其中一本故事吧 今天带来着一本葛洛丽娅的粥 有一天葛洛丽娅在熬粥 它的猫盯着它看 好像很想喝粥 但葛洛丽娅跟猫咪说 我好饿不能分给你 我要全部都吃掉 竹着竹着 粥好像太稠了 葛洛丽娅要去西边取水 这时候呢 猫咪偷偷的走进那锅粥 想要舔一口 但是啊 粥真的太好吃了 猫咪一口接一口 竟然将整锅粥都吃完了 这时候葛洛丽娅回来 发现粥被猫咪吃光 猫咪还想跟葛洛丽娅解释 但是啊 它不听 拿起了汤勺就 往猫咪回去 猫咪吓了一大跳往外跑 跳到了在树下打瞌睡的驴子身上 驴子被搔痒的到处乱跳 树叶被它震的沙沙作响 这时候出现了嗡嗡嗡的声音 是什么呢 没错 树上的蜜蜂也被咬的到处乱窜 旁边塞玉米粒的母鸡 害怕被蜜蜂遮 也狂拍翅膀 把玉米粒撒得到处都是 哇 原本平静的午后 被搞得一团乱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候 狐狸先生路过 听完了大家描述事情的经过后 问大家 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母鸡 蜜蜂 驴子 都各自回去 做他们原本在做的事 猫咪跟葛洛丽娅说 对不起 葛洛丽娅 我把粥都吃完了 葛洛丽娅也跟猫咪说 猫咪我也要跟你道歉 不太贪心了 都没有想过要把粥分给你 后来 葛洛丽娅又熬了一锅粥 这次呢 他分了一些粥给猫咪吃 这个故事是不是超级可爱的呢 其实啊 会发生这些纷争 是因为猫咪把粥都吃完了 但是我们去想想看 如果一开始 葛洛丽娅就将粥和猫咪分享 是不是就不会有 这一连串的事情了呢 不过还好最后 猫咪和葛洛丽娅有互相道歉 将事情讲开 所以啊 如果觉得自己有做不好的地方 一定要大方的承认必改正哦 因为诚实面对自己 就是最大的勇敢 《共好新世代》这一套书籍 每一本都超级精彩的 想要看更多分享的话 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